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然就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 卉卉 不好了 你家老刘啊 中午在食堂吃完饭 上吐下谢 已经送县医院去了 你快去看看吧 张慧呢 一听说之后 赶紧穿上外衣 就赶到了全郊县医院 她的丈夫啊 姓刘 叫刘福德 刘福德当时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呢 一看那脸色 刷白刷白的 俩眼呢 也在那儿闭着 额头上啊 都是汗珠子 张慧上去就赶紧问这刘福德 老刘 老刘 怎么回事啊 刘福德呢 有气无力的就说 吃完饭难受 不知道怎么了 张慧一看 你这肯定是食物中毒了呀 旁边呢 就是刘福德的表弟 他这表弟啊 叫孙铁 也是这个家具厂的老板 孙铁就说 哎呀 问题是大伙 中午都吃的一样的饭菜 别人怎么没事啊 听孙铁这么一说 张慧啊 也不吭声了 1月22号也就是转过天来 刘福德的病情突然加重 出现了急性肾衰竭 被迅速转往了除州市第一医院 两天之后又因为多器官衰竭 除州市第一医院也解决不了了 就送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救治 医生为刘福德抽血化验之后 脸色非常凝重的就跟孙铁说 患者的血液里含有农药白草枯的成分 白草枯大家都不陌生 我不知道最近大伙有没有看热播电视剧爱上特种兵啊 在那里面有一个小女孩自杀就喝的白草枯 后来呢又经过了各种最先进的疗法的治疗啊 又经过了这个换肺的治疗 最终依然没能够救回一条命 鼓楼医院的医生啊就跟孙铁说 这白草枯呢是一种快速灭生性除草剂 对人的毒性极大 并且没有任何特效的解毒药 摄入量如果每公斤体重达到了20毫克到40毫克 除了胃肠道的症状之外 还会有多系统损害的表现 短的几天长的几周就会出现肺纤维化 大部分两周至三周之内就会导致人的死亡 中毒的死亡率可以达到90%以上 孙铁听完之后非常的吃惊啊 我表哥怎么会白草枯中毒呢 如果说是有人往这厂里的食堂里边下毒的话 那么肯定不止他一个人中毒啊 事情重大 孙铁呢思来想去决定向全郊县公安局报案 全郊县公安局刑事侦察大队 时任大队长王家明王队带领着刑警 就赶到了南京古楼医院调查 此时的刘福德中毒已经七天了 经过询问奄奄一息的刘福德呀 反正断断续续的就跟警方讲述了自己发病当天的情形 这刘福德呢平时总是咳嗽 所以啊就经常喝那个咳嗽亭糖浆 喝这止咳糖浆能够缓解一下 当天呢 他的妻子张慧就给他买了糖浆 刘福德临上班之前 怕下午还咳嗽 就喝了一瓶盖糖浆 中午在单位食堂吃的饭 没过多久就发病了 随后警方又问询了张慧 张慧说呀那糖浆是1月20号 我在华大药房给刘福德买的咳嗽亭糖浆 他喝剩下的糖浆还在家里呢 那么会不会是这瓶糖浆被人动了手脚呢 警方随后赶到刘福德家 果然找到了一瓶已经开封的咳嗽亭糖浆 经过技术检验 这瓶糖浆里啊 并没有白草枯的成分 就在警方展开调查的时候 医院那边传来消息了 刘福德因为中毒导致多器官衰竭 2月1号经抢救无效死亡 很显然刘福德是被人投毒致死 那么他体内的白草枯到底从何而来 警方决定走访那些农产品店啊 调查白草枯的来源 经过连续走访 民警呢 在距离家具厂不远的一个农资店里边 查到了线索 据这个小店的老板反映啊 说有一个女人 那口音是不是什么云南广西那一带的口音呢 反正来买过白草枯 因为冬天呢 不用除草 所以买白草枯的人特别少 这样才让这个老板 对这个女人印象深刻 一听 云南口音 孙铁就是云南人啊 他的家具厂也有不少云南老乡在打工 警方就来到了家具厂走访 可没发现外表啊 啊 形貌啊 跟那个农资店老板描述相符合的女性 然而 民警在刘福德工具箱旁边的一个直路 搂子里却发现了一个可塑亭糖浆的包装盒 警方把这个包装盒拿回去 与从刘福德家里提取的可塑亭糖浆的瓶子做对比 这一对比才发现 这二者的批号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那个瓶子跟这盒子 它不是一套 这就是说工厂里边的那瓶糖浆和家里的糖浆 很可能是被人给调包了 民警这时候就把调查重点放在了这糖浆上面 随后警方呢 到了华大药房调取了监控视频 发现1月20号傍晚6点33分 张慧走进大药房买了糖浆 然而1月21号傍晚6点3分 张慧又来到大药房又买了一瓶糖浆 照理说 你要吧一回买两瓶 是吧 你要吧 买一瓶先喝着 喝完再买另一瓶 怎么可能紧挨着两天就买两瓶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张慧跟警方可是只说买了一瓶啊 他为什么要对民警撒谎呢 送捡的糖浆里边是没有白草窟 那么刘福德喝下去的另一瓶糖浆里边会不会有白草窟呢 民警于是拿着张慧的照片来到了那个农资店 农资店老板这么一看 对对对对对 就就就就是他就是他来买的白草窟 2月12号警方传唤张慧 面对警方的讯问张慧呢 倒是也没避讳啊 坦白就承认了 是我杀了刘福德 我先后买了两瓶糖浆 真正混有白草窟的糖浆 已经被我给扔掉了 不过张慧呢也在那说 我没想到白草窟毒性那么大 我没想杀死他 只是想把他的性功能搞衰竭了 把他搞成废人 当年2月13号 张慧被依法刑事拘留 那么咱们来说说张慧跟刘福德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愿呢 他为什么要给刘福德下毒 并且为什么特别强调 要废掉他的性功能呢 张慧跟刘福德呀 都是云南省宣威人 两个人的父亲呢 曾经是一个工厂里边的同事 张慧的父母呢 一共是有四个孩子 张慧是老大 也是唯一一个女孩 因为家庭条件啊 比较贫困 张慧就读到了小学二年级 也就辍学了 帮着父母照顾三个弟弟 刘福德家呢 就俩孩子 老大是刘福德 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们家的经济条件 相对来说宽裕一点 在那个年代啊 大伙挣的收入都是一样的 所以谁家孩子少 那谁家日子就能好过点 这么着刘福德就读完了高中 刘福德的父亲呢 因为是看张慧从小长到大的 就感觉这孩子踏实 能干 主动登门就找到张慧的父亲 说老张啊 你看我家福德呀 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咱们这两家呢 门当户对 知根知底 并且福德跟慧慧啊 也熟啊 他们俩要是能在一块 咱们这就是两好和一好 两家成一家了 对不对 张慧的父母呢 也觉得 嗯 福德这孩子不错 人这孩子呀 为人踏实 并且呢 人还高中毕业 把慧慧托付给他呀 咱们也放心 这么着就满口硬撑下来了 1996年双方父母包办之下 19岁的张慧和21岁的刘福德就结婚了 1998年的时候 两个人呢 生了一个儿子叫徐江 可是啊 因为他们俩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啊 虽然从小就认识 但并不是说出自本心的那种喜欢 这都是父母包办之下啊 这才结合到一块的 因为感情基础并不好 所以夫妻俩呢 也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在那吵架 斗嘴 后来啊 张慧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娘家呢 就需要张慧照顾 这一来 两口子吵架更成了家常便饭了 因为前边没有父亲了 张慧啊 就得做到一个大姐应该做的事情 对吧 得照顾弟弟们 经常拿钱的就资助弟弟们 刘福德就骂他 我说张慧 你家里个个都是穷鬼 是他妈废物 我还得帮你养活着他们 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真他妈没意思 丈夫每一次辱骂自己和家人的时候啊 张慧这心里边都恨得牙痒痒 但是再一想福德对我们家确实有帮助 甭管怎么说 他呢 该出钱的时候还是出钱 该出力的时候人也出力 而且儿子还小呢 这日子呀 只能这么将就过 就这么着 夫妻俩呀 该吵还是吵 但是日子呢 该过还是得过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点让张慧受不了的 那就是刘福德 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要求很高 而且呢 总是有一些很特殊的 很奇怪的需求啊 这让张慧内心一直很憎恶 可是作为妻子啊 她又总感觉 丈夫的需求呢 应该满足 那么他就把这份委屈就藏在心里边了 任由丈夫摆布 2009年 刘福德把儿子就留在老家 带着张慧就出去打工了 夫妻俩先后在江苏浙江等地的工厂啊 餐饮店啊 打工 虽然是起早贪黑 没少受累 可没挣着多少钱 2014年的时候 刘福德的表弟孙铁 在安徽全郊开家具厂 正在招聘工人 这夫妻俩呢 就跟几个云南老乡到了全郊 投奔孙铁去了 刘福德这人呢 干活挺认真的 愿意吃苦啊 又是孙铁的表哥 很快呢 就被提拔为了车间主任 别看是车间主任 但是还像之前一样 任劳任怨 同事们对他评价也不错 可是 在外边是个踏踏实实的老好人 回到家里可就不一样了 动不动 就跟妻子张慧吵架 甚至对妻子张慧还进行性虐待 2015年5月份 在长期的性虐待之下 张慧得上了乳头纤维硫 钢裂 以及妇科病 因为医保的关系 在老家呢 张慧呢 就自己回云南治病 刘福德 留在安徽 9月末的时候 在家乡做完手术没多久 张慧就又回到了全郊 回来的第一晚 刘福德就要求跟他同房 因为张慧啊 身体还没恢复呢 所以就拒绝了 刘福德破口大骂 你就是个废人 不中用的东西 张慧大老远的从云南赶回安徽 累的都不行了 迷迷糊糊都睡着了 隐隐约约还听见刘福德在那骂呢 骂的 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跟个活死人睡觉 糟糕透了 随后张慧就发现 丈夫刘福德呀 有了外遇 那是一个星期天 夫妻俩呢 不上班 在家休息 张慧在给丈夫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酒店的收据 张慧呢 就问刘福德 老刘 你上旅店干什么去了 刘福德一听 脸一下子就红了 你放我衣兜做什么呀 那是外地来的客户 孙铁让我给安排住的地方 张慧不信呢 要拿着票据去找孙铁 刘福德一把夺过来 把这票据撕了一个粉碎 随后把张慧是一顿毒打 张慧怀疑 自己离开家三四个月 丈夫生理上又有强烈的需求 肯定是跟别的女人混上了 为了求证 张慧第二天呢 就找孙铁去了 孙铁就说了 没有啊 我没让表哥安排过客人住宿啊 啊 嘿 刘福德果然是撒谎了 张慧啊 虽然是生气 不过一想 还有孩子呢 他就又选择了忍受 但他没想到 刘福德是得寸进尺啊 不但变本加厉的折磨他 还公然的侮辱他 2015年 11月份的一天 家具厂停电 下午才上班呢 中午的时候啊 张慧就要出门 开始去厂里了 丈夫刘福德突然来了兴致 要跟张慧发生关系 因为要赶着去上班 张慧呢 就是不同意 刘福德气得呀 抬手就甩了张慧一个耳光 你这个废人 老子找别的娘们去 说完了 摔门就走了 下午的时候 张慧发现丈夫果然没上班 直到两三点才过来 趁着刘福德一个人在办公室 张慧就问他 这几个小时 你干什么去了 你管不着 天底下的女人 不都是废人 张慧就认定丈夫 肯定是去找女人了 正想跟他理论呢 忽然有工友啊 来找刘福德 也就算了吧 反正随后的日子里啊 刘福德只要有生理需求 甭管早上晚上 都强行和张慧同房 张慧如果拒绝 那就是又打又骂 张慧也生气啊 也感觉惭愧 可是这事啊 你还没法跟人说 说出去他丢人呢 15年12月份中旬 他俩又吵起来了 这回刘福德呀 不仅动手打了他 还跟他提出离婚 离婚是张慧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一 孩子以后怎么办 第二 说出去以后 多丢人呢 想来想去 他决定找丈夫的表弟孙铁 让他劝劝刘福德 孙铁说了 嫂子 你放心吧 我呀 会劝劝表哥的 可是过了两天 厂里边开会 孙铁突然宣布 解除刘福德车间主任的职务 为什么呢 说刘福德近期工作呀 总出差错 降为仓库保管 散会之后 孙铁跟张慧说了 嫂子 我劝过表哥了 可他死不承认外边有人 不过他现在啊 确实工作不上心 我只能把他这主任给撸了 让他清醒清醒 照理说 你这一下子该清醒了吧 该老老实实过日子了吧 可张慧没想到 刘福德被撤职之后 变本加厉 对他打骂的更厉害了 有一回刘福德喝醉酒回来 上去就动手啊 薅住张慧的头发 就扇他耳光 你个活死人 你他妈去找我表弟告状 在厂里砸我的招牌 你看我不打死你 打累了 又坐在椅子上指着张慧接着骂 你是废人 老子就得找正常女人 你要不离婚 我就打你 我打死你 张慧既没还口也没还手 不过这心里边啊 可就有了计划了 他那就想着 如果丈夫失去了性能力 就不会到外边找女人了 也不会折磨我了 怎么才能把他性功能给弄衰竭呢 那天呢 张慧去菜市场买菜 在菜市场门口啊 遇上一个摆摊卖菜的老太太 老太太就跟他推销 说菜市场里边的菜啊 都打过农药 吃了会得病 这男人要是吃了打农药的菜 性功能障碍 我这菜没打农药 有虫眼子 这是绿色农产品 张慧一听 哎对啊 哦吃了农药性功能障碍 我喂他点农药不完了吗 1月16号到农资店买了一瓶200克的白草窟 之所以选择白草窟 是因为在他眼里所有的农药都一样 关于白草窟到底有多大毒性多厉害 他不清楚 甚至他都没看过药瓶上的文字 因为看也看不明白 就小学二年级文化好多字都不认识 买回来之后啊 他就一直在犹豫 给不给刘福德喝下去 1月20号晚上 夫妻俩又打起来了 刘福德还是那句话 要么离婚 要么去死 晚上张慧是颠来倒去睡不着觉啊 看来这刘福德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 我必须得把他性功能给弄残了 只要能保住这个完整的家庭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可怎么让他把农药喝下去呢 哎对 老刘最近咳嗽啊 医生让他喝咳嗽停糖浆 于是他就下班的时候 到药店里边给丈夫买了一瓶糖浆 第二天早上拿出糖浆 在沙发底下找到藏起来的白草窟 趁刘福德还没起床呢 把这糖浆啊倒进瓶盖 又倒了一点白草窟 随后让刘福德起来喝糖浆 刘福德说呀他得把这糖浆代工厂去喝去 张慧就说我都给你倒好了 这糖浆是花钱买的 你不喝就是糟蹋钱 刘福德一看那喝了吧 随手把这空瓶盖就放在柜子上了 之后呢刘福德去上厕所 张慧赶紧拿起瓶盖到水龙头下边去洗去 洗干净了把瓶盖拧上 把这瓶子呢又放进了包装盒 刘福德临上班之前呢 把那瓶糖浆随手就带走了 随后张慧也到了单位 看见丈夫没什么反应 以为是喝的药量不够呢 可没想到中午回家午休的时候 刘福德发病了 接到电话往医院赶的时候啊 他还挺兴奋的 就觉得哎 刘福德这性功能肯定是完蛋了 可到医院一看对丈夫进行急救呢 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趁别人不注意赶紧返回厂里 把刘福德带去的那瓶糖浆 扔进了一个室外的厕所里 为了自圆其说 晚上又到大药房买了一瓶糖浆放在家里 但是他疏忽了那瓶糖浆的包装盒 据张慧交代啊 看到丈夫毒性发作 又听医务人员说白草窟有剧毒 他非常后悔用这种方法摧毁丈夫的性能力 丈夫临死前一天 趁着病房里只有他和丈夫 张慧把自己下毒的事情亲口告诉了刘福德 白草窟中毒之后 别看浑身痛苦的都不行了 但头脑是清醒的 刘福德说呀 他猜到了是张慧下的毒 但事情已经这样了 而且我也有错 我就不计较了 张慧啊 你一定把孩子带好了 对我爸妈好一点 这样我走也能走得安心呢 咱们今天呢 再来说说反特侦查案件 1951年7月份 灵源县进入了多雨的季节了 而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也在全县范围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然而 就在这样的严打期间 居然还有人在顶峰作案呢 就在灵源县召开 镇反群众大会之后没多久 在灵源和克拉庆左旗的交界处的一条偏僻的山道上 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拦路抢劫事件 甚至还有一个年轻妇女被坏人给抢爆了 闹到附近的群众啊 人心惶惶的 甚至不敢单独出去了 灵源县公安局公安队就经过周密的侦查 确认这些案子都是同一个人干的 谁呢 当地的灌匪叫姚二棒子 说到姚二棒子 当地人呢 都不陌生 这个家伙 大十几岁的时候 就跟着他爹到处打架劫舍 倒是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传说他左手右手都能开枪 经常是左手一支匣子枪 右手一支鹿子枪 能左右开弓 咽过拔毛 日本人投降之后 国民党军来到灵源 这姚二棒子摇身一变 就加入了地主武装花子队 到处抓捕共产党的农会干部 是一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 1947年6月 灵源县解放之后 解放军在当地地下党和群众的协助之下 对盘踞在灵源地区的土匪进行清剿行动 在我军泰山压顶式的攻击之下 灵源县附近的城谷土匪到1949年 已经被陆续剿灭或者是击溃了 其中啊 就包括姚二棒子的亲哥哥 姚大棒子 你看这名起得多随意啊 这姚大棒子呢 是在我军的一次剿匪行动之中被击毙的 而仍旧有不少被我军打散的散匪啊 利用是本地人熟悉环境的优势就潜伏了下来 其中就包括姚二棒子 根据情报 姚二棒子呢 主要啊 就是在樱桃沟一带活动 当地群众因为惧怕姚二棒子的淫威 也不敢招惹他 不敢主动向公安局检举揭发 生怕遭到这姚二棒子的报复 而姚二棒子 这手上可是有血债的呀 又和人民政府有杀凶之仇 所以绝无招安的可能性 只有剿灭这一条路 七月下旬的一天 陵园县公安局 接到一封匿名的检举信 揭发姚二棒子 经常在深经半夜 一个人来到樱桃沟的富农 李海龙家落脚 跟李海龙呢 坐地分赃 县局对此极其重视 派出侦察员张华和李耀恩 化妆前往樱桃沟核实 经过两天的核实啊 证明检举信的内容完全属实 据此 陵园县县委只是县公安局 如果能够抓活的 尽量要活的 这个土匪身上 一定有其他散匪的线索 而张华和李耀恩 则领受了这个监局的任务 俩人啊 一连在樱桃沟 守了三天 白天呢 蹲在村边 一个又小又臭气熏天的 盐洞里边隐蔽 晚上呢 则在李海龙家门外的 一个破草棚里边蹲守着 可是一直没发现 摇二棒子的半点踪迹 可就有点心急了 结果在第三天夜里 天色呀 黑沉沉的 时不时的 天空之中呢 还闪着闪电 随后就是轰隆隆的雷声 预示着一场雷震雨 将要到来了 就在这时候 樱桃沟的村道上 响起了 有远极近的脚步声 张华就捅了一下李耀恩的胳膊 小声的说 哎 可能是这个家伙 按原计划办 现在不动手 等他到屋里 再一起收拾 于是啊 两个人呢 就匍匐在破草棚子里边 屏住呼吸 透着那破口 望着这外边的道路 没多大一会儿 一个黑影 从东边的道路 快步的直往李海龙家走 借着闪电的光 张华呀 把这个人看了个真真切切 四十开外的年纪 中等身材 一身轻步便服 肩上呢 背着一只钱搭子 腰里挂着一只手枪 右手还拎着一只匣子枪呢 跟受害者描述的 这摇二棒子的相貌 是分毫不差 摇二棒子 来到李海龙家门前 举起右手 用霞枪的那枪柄 敲了三下门 不一会儿 院里啊 出来一个人把门打开 轻声的问 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快进屋休息吧 是个女人的声音 张华判断 这是李海龙的老婆 又过了一会儿 屋里亮起了灯 接着就隐约听到菜勺 敲在锅上 叮了当当当的声音 看样子李海龙的老婆 在给摇二棒子炒菜 就在这时候 天上可下起了雨 很快就成了瓢泼大雨 张华这时候说 不能等了 咱们呢 得马上动手 李耀恩呢 点了点头 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表示同意 俩人呢 轻手轻脚的 爬过李海龙家的围墙 窝口 来到了一处 靠着屋墙的草垛下边 隐蔽起来 贴着墙 听屋里边的动静 几天的蹲守 已经让两个人呢 把李海龙家周围的环境 以及院里的情况 摸了个一清二楚 所以动作行云流水 轻车熟路 伴随着推杯换盏的碰杯声 以及吃菜 扎起嘴的声音 俩人听到了摇耳棒子 和李海龙的对话 李海龙说 老姚 这几天 又到哪里去了 嗨 山前山后 四处转呗 听说公安局 正满世界找你呢 行动上 可得小心点啊 哼 不打紧 公安局 那几个小崽子 我还没把他们放眼里呢 美国人过几天 就要打过鸭鲁江 共产党长不了 到时候 还不是咱们的天下呀 对对对 老姚 来 咱们再喝一杯 这时候啊 李海龙的妻子说 老姚 兄弟啊 这又弄点什么东西来呀 哼 要什么 有什么 我真不信 这回还没有和嫂子你的眼的 哎呦 这回我倒要开开眼了 不过嫂子 在这之前 先让兄弟舒坦舒坦 几天没那玩意儿 这都别坏了 成 那你先躺下 嫂子帮你过瘾 张华探头朝屋里边一瞅 看见姚二棒子呀 已经脱了外衣 只穿着一件砍尖 歪歪斜斜的 脸朝里头倒在炕上 李海龙的老婆呢 站在炕边上 正举着一只马飞针 往姚二棒子的左胳膊上扎呢 而李海龙在炕的另一头躺着 眼巴巴的 在那儿过着眼影呢 炕桌上放着一只 装着马飞溶液的小玻璃瓶 还有几只针剂 张华赶紧抽回身子 对着李耀恩的耳边 耳语了一阵 随后呢 就矮着身子 从房门那儿 偷偷的摸进了礼物 然后突然从炕脚那儿跳起来 从后边一把 就把姚二棒子的胳膊 贴着腰抱住 并且喊了一声 来人哪 窗外的李耀恩听见 喊声立刻破窗而入 这时候姚二棒子 已经挣脱开一只胳膊 强行支起上身 就要拔腰里的那撸子手枪 脑袋呀 却被李耀恩手中的武灵式冲锋枪的石木枪柄 结结实实的给砸了一下子 一股鲜血立刻就从伤口那儿涌出来了 再敢动一下就让你回姥姥家 此时腾的扑倒在炕上的摇耳棒子 面对着黑洞洞的冲锋枪的枪口 马牙一声扑倒在炕上 连声的哀求 别开枪 别开枪 我交枪 张华赶紧把他摁住 从他腰里拔出了一只撸子手枪 也就是伯朗宁FN抗M1900型手枪 还有一把三把匣子枪 这个三把匣子枪具体的情况 咱们之前在别的节目里边也详细聊过 不多说了啊 随后啊 张华他们俩把摇耳棒子和李海龙一块捆绑起来 而李海龙的老婆呀 已经吓得尿了裤子了 跪在一边面如土色 直打哆嗦 此时外边的暴雨也奇迹般的停住了 张华和李耀恩连夜把摇耳棒子和李海龙 押送回陵园县城 摇耳棒子最终被枪决 李海龙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李海龙的妻子因为帮助窝藏销赃 被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 咱们前几期节目啊 讲了这个雷狐奇案 这是一个老案子 很多听友啊 听完之后都说这是编的吧 这是杜撰的吧 像这种杜撰的虚构的故事 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各位还真告诉您 雷狐案还真是记载到公安档案里面的 当然了 你说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好几十年了 那么在情节上 细节上 是不是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 但是案子确实是有那么个案子 事儿也确实是那么回事 咱们今天呢 再来说一个老案子 发生在1980年 这起案子呀 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起恐怖爆炸案 当然这不是我起的名字 而是官方的定性 这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冠以恐怖两个字的案件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呢 把时间拨回到1980年 1980年10月29号下午6点15分 在北京站及其北京站附近的人们 突然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 感到脚底下呀 就开始在那颤抖着 人们顺着声音往那一看 就发现北京站的上空已经腾起来了一股子浓烟 爆炸发生当天 北京站大厅后车的旅客有八千多人呢 北京站相信很多很多的听友们啊 都去过对吧 都在那上过车下过车 北京站是全国人流量最大的火车站之一 爆炸发生的一瞬间 北京站后车大厅的所有的旅客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那是目瞪口呆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北京站二楼南走廊的旅客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呼啦一下子 可就倒下了一大片 去过北京站的朋友啊 应该都知道北京站的那个装修风格是吧 当时爆炸发生之后啊 吊灯啊 玻璃啊 哗哗的就碎了 人们吓得有哭的 有嚎的 有叫的 有喊救命的 当然还有疼的在那身吟的同时还有人们在那不停的奔逃的嘈杂的声音 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声音那是乱成了一团 那么这爆炸中心就位于车站二楼南走廊的正中间 爆炸现场啊 惨不忍睹啊 当时地面上墙壁上都喷溅了血迹 还有一些人体的碎组织啊 说白了就是碎肉块 还有一些碎钢块啊 子弹的残片呢 啊 这玻璃的碎片呢 被炸碎的各种各样的物品 走廊顶部有那种大吊灯 走廊内部呢 有九块大玻璃都被炸飞了 这个爆炸波及的这个范围啊 有七百多平方米 爆炸中心往西南四点五米的地方 仰卧着一具残缺的无名男尸 这具男尸惨到什么程度 几乎就被炸成一块碎布了 两只胳膊被炸的是无影无踪 五脏六腑全都翻出来了 右腿也被炸飞了 落到了爆炸中心南面一米的地方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罕见的爆炸案件 这案情到底有多严重 不用我描述 大家也应该啊 能够知道 单就案件发生的位置来说 这就非同一般呢 北京站是全国铁路客运最重要的枢纽 这又是首都最重要的一个火车站啊 同时北京站距离天安门广场 大家也都知道特别的近 对吧 走路走个十几二十来分钟 也能走过去了 在一九九六年北京西站开通之前 北京站是全国规模最大 设备最先进的火车站 没有之一 客流量是全国之最啊 也没有之一 并且北京站是北京 乃至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窗口 从新中国成立到爆炸案发时 北京一共接待过二百多个国家地区和世界组织的外宾 案件发生的当年 北京站平均每天进出列车一百三十一次 客流量平均每天达到十一万人 所以爆炸发生之后 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市长 公安部部长 北京军区司令员 卫属区政委 铁道部的部长 市公安局的局长都相继赶到了现场 公安部啊 就责令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铁路公安处 共同组成专案组 调集了刑侦人员 技术人员一共五百八十多人 立刻投入调查工作 爆炸案发十几分钟之后 抢救工作就有条不紊的展开了 北京站当天的所有值班领导 组织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铁路公安的民警 还有驻战解放军官兵 还有一部分旅客 把在二楼后车的旅客呀 就疏导到了其他的后车室 还有战前广场 同时呢 组织抢救伤员的工作 车站通过广播 就请求停在战前广场 所有汽车的司机 帮助往医院运送伤员 因为你要光指着这绣户车 那肯定是来不及的 二十分钟的时间 八十九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同仁医院 北京医院等二十二家医院进行抢救 这场爆炸当场炸死一人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离爆炸中心不远处躺着的那个尸体啊 很残缺的那句男尸 另外还有九名旅客 九名伤员 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或者是在抢救过程之中 最终还是遗憾死亡 除了十人死亡 被炸伤八十九人 出了这么大的事了 不光是全国震惊 甚至是震惊事件 国外各个国家的媒体啊 都迅速报道了这件事情 甚至有某家外媒当时就说了 说这次事件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恐怖活动开始了 这个消息啊 当天就在北京民众之中就传开了 很多人是又震惊又愤慨 当然了 更多的是对这次爆炸的猜测啊 他为什么要制造这起爆炸 到底这个凶手是谁 有人认为 这跟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有关 因为北京呢 即将审判林彪 江青 反革命集团 还有的群众啊 对社会治安呢 表示很担忧 就在这时候 北京市公安局 还陆续收到了很多恐吓信 这些信的署名啊 都不一样 有的署名写着史丘民 有的署名写着悬崖人 这信里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甚至有一封信里边啊 在那很嚣张的说 我要制造比火车站事件大七七四十九倍的事件 你看这小学惩罚表啊 这倍的还挺熟 还有人说了 下次爆炸事件会在外宾之中发生 哎呦 各种各样的恐吓信啊 可就过来了 难道这真的像外国媒体猜测的那样 是恐怖活动吗 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侦察员们却很冷静 因为必须要冷静才能查出事情真相 要从案发现场下手查找元凶 现场啊 因为当时急着抢救伤员 所以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现场勘察工作 是从当天晚上七点半开始的到凌晨三点结束的 一共是七个多小时 七个多小时就在这七百来平方米的现场 可以说那是一寸一寸的观察 一厘米一厘米的在那清理 一共是提取了103块碎钢片 84发子弹的弹头 还有弹壳的残片 126块被炸飞的人体组织 以及各种各样的集成电池的碎皮啊 细塑料皮的电线的那种残段啊 均用的黄绿色线的那种腰带啊 还有绿色的糖瓷缸子 均用的旧绒裤 黑色的手提包和一把自行车的钥匙 经过进一步的化验啊 就发现这些提取到的爆炸残留物理 都含有TNT硝酸氨等成分 这些应该都属于现场死亡的那具无名尸体 经过科学计算 炸药的药量应该是一公斤左右 各位TNT一公斤啊 经过把这103块碎钢片进行复原 也得出了结论 爆炸装置是一个直径6.8厘米厚度0.5厘米的桶状 自己焊接的普通的碳速钢管 各位您比划比划啊 6.8厘米厚度是0.5厘米的 哎 这种碳速钢管 个儿呢 确实不算小 那些子弹弹头 弹壳的残片 是缠绕在钢管周围的 而爆炸装置就是在那具被炸的血肉模糊的男尸上来进行引爆的 为什么这么判断 因为通过对男尸进行尸检就发现男尸的腹腔是由右下部被炸开的皮啊肉啊都翻开来了啊 心肝脾肺这些器官都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给推到了胸腔上 原本应该是在腹腔上的吗 两手啊 双臂啊都被炸散了啊都不是说炸掉了而是炸散了 这是爆炸物直接作用所形成的爆碎伤 这尸体的口腔里啊鼻孔里啊也有衣物碎片形成的爆原性嵌入伤 这嵌入深度达到了三厘米 所以综合这些就说明爆炸中心点就在男尸身上并且就在他的腹部 这具男尸啊被炸成了一百二十多块每一块尸块上都有明显的这个爆炸火药的熏染特征 现场勘验和尸体解剖工作结束之后 侦察员瞬间就明白了这具男尸生前就是爆炸案的制造者 他当时呢是站着的爆炸物紧贴到右下腹部 双手护着爆炸物在距离地面八十厘米左右的高度 用电发火装置悬空引爆制造了这起震惊中外的爆炸大案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上期节目啊咱们说了 侦察员呢对案发现场 包括对那具无名男尸啊都进行了细致的勘察和检验 被炸碎的衣服碎片啊也都是这个人的 细心的侦察员呢还在他被炸碎的衣兜里发现了三粒小米呢 接下来已经确定了这个人可就是真正的凶手 那么下面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第一寻找师员 这具男尸生前姓甚明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他为什么要搞爆炸事件 要弄清楚男尸的身份呢 还得从他身上来找线索 由于死者被炸的面目全非 已经难以辨认面目了 专案组呢决定先给他画像 特地请来了雕塑 法衣美容摄影修版等各行业的顶尖的大专家 对无名尸体来进行复原 修复了尸体的面部 结合各位专家的鉴定意见 最终刑侦技术人员认定 死者年龄在30岁到35岁之间 身高一米七左右 是那种方圆脸小眼睛高颧骨 这两耳朵前边啊 有稀疏的那种小粉刺疤 皮肤呢比较黑 稍微有点落腮糊 留着长寸头 体格很健壮 肌肉很发达 应该是体力劳动者 尸体上身里面呢 穿着绿色的的雀梁战士服啊 这的雀梁这个布料 各位要是问问家里边上点年岁的长辈啊 应该都不陌生 对吧 在当年那也算是好料子 现在轻易见不着了 同时呢 穿着黑色的毛线衣 还有劳动部的工作服 下边呢 穿着北京服装二厂生产的灰色影格的的确凉裤子 还有白色的线裤 针织的秋裤 脚上是北京昌平鞋厂产的26号 黑色松紧口 摸压白底布鞋 穿着棕色的紧轮丝袜 您各位可能也有疑问啊 说穿26号的鞋能穿得了吗 在这呢 给您小科普一下 现在咱们通常用的鞋码 比如说我穿41号鞋 42号鞋 这是欧洲鞋码 那么咱们中国也是有中国的鞋码的 中国鞋码的26码对应着是咱们平时用的欧洲码的41码啊 这个怎么算呢 就是欧洲的鞋码加上10再除以2 基本上就是中国的鞋码 这个您各位就都弄明白了 是吧 在80年代啊 包括80年代之前 大伙穿的鞋基本上都是布鞋为主 买鞋呢 也是买咱们国产的鞋 所以用的都是中国尺码 是后来啊 随着这外国的品牌 外国的鞋的样式都进来了 大伙才慢慢的逐渐的开始用这个欧洲尺码 说了这么多 通过啊 这死者的衣物以及鞋带的物品 我们就能发现 除了一些军用物品之外 许多的这些衣服啊 鞋子呀 都是北京产的 鞋底上呢 还沾有微量的铁屑 从这些情况来看 这个人应该就是北京人 或者至少和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 又用了很多军用的物品 生前可能参过军 而鞋底上有那些铁屑 可能在远郊区啊 远郊县的小农集厂啊 金属修造厂啊 这些工厂工作 因为毕竟那个年代 说你脚底下沾铁屑的这个概率没那么大 专案组呢 决定首先就从北京地区查起 于是啊 那一份紧急通报就下发到了北京的各厂矿各企业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信访单位以及招待所还有城市街道社区农村生产队等等 那么这份紧急通报叫什么呢 叫关于辩认查找无名男师的紧急通报 就是发动老百姓啊 来进行查找 各基层公安机关呢 也在来京上访人员 赞助人员 外出人员 走失人口 以及在逃的劳改人员 劳教人员之中 普遍的寻找线索 这还不算完呢 重点是查北京地区 当然也要面向全国通过公安部面向全国发布这份紧急通报 一时间哪 各个线索纷纷的就汇集到了公安部门 还有的人看了通报上的头像之后要求辨认尸体 当年十一月二号上午 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光明犀礼的一名质保积极分子就找到民警了 说这个头像啊 我认识 是我邻居家的孩子 是志刚 他说这人呢 叫王志刚 这个积极分子还提供了一个消息 说10月30号 也就是北京站爆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王志刚的工作单位 山西省运城拖拉机场 给王家发来电报 那么这电报内容是什么呢 王志刚于10月28日私自外出去向不明 不知是否回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 这条重要的线索就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 马上对王志刚的亲属进行走访了解 当侦察员把无名男士的照片递给王志刚的弟弟王志强的时候 王志强看了一会儿眼泪啪啪啪啪啪可就下来了 他说呀 这照片看着像是我哥哥 但我哥哥是少白头 这个的头发是黑的 对呀 因为这照片是各个专家复原的模拟画像啊 公安部两位研究人像的专家 把王志刚的生前照片又和无名男士的面容进行了反复的比对鉴定 最后确认无名男士就是王志刚 同时技术人员呢 又仔细检查 发现这具无名男士的很多黑头发的那发根啊 都是白的 而这头发啊 就上边露出来的这部分都是黑的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最近染头发了呗 与此同时 王志刚的基本情况也差不多查清楚了 王志刚80年案发那年呢 是30岁 未婚北京人 住北京崇文区光明昔礼 1968年 王志刚初中毕业之后呢 到山西万荣县插队 1973年入伍 在铁道兵某部队服役 1975年呢 当了两年兵之后复原了 到了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场当维修工 80年11月3号 专案组派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王少华 带领着调查组啊 就赶到山西运城拖拉机场调查 调查组呢 在山西运城获取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啊 以及书面的一些证据 从而认定王志刚 就是那具无名男士 也了解了这起爆炸案的内幕 首先呢 王志刚有作案的时间 他是在10月28号晚上9点离开厂子的 乘坐136次列车 第二天下午4点14分到达北京站 到北京站两个小时之后 爆炸案就发生了 其次 王志刚有作案的条件 他平时呢喜欢钓鱼喜欢打鸟 曾经啊就以炸鱼打鸟为名 在9月7号向他运城的一个好朋友 王东树要过200克的黑锁金炸药 王志刚的另外一个朋友 钱世昌还有工友李金良也证实 说王志刚呢 跟他们要过762型子弹66发 还跟同厂的工人李立华沈金柱 要过小口径步枪子弹40多发 李金良还给过王志刚10个电磊管呢 各位您还记得吗 咱们之前说了 男尸衣兜里啊 还有三粒小米 据运城拖拉机厂的一个工人说 说这三粒小米跟我送给王志刚做鱼饵的小米 是一样的 根据王志刚的同事在那进行回忆 进行辨认 王志刚离场之前所穿的衣服 所带的生活用品 与现场无名难失的装束那是完全一致 现场曾经捡到的花毛巾碎片 就是他们厂子曾经发的作为劳保用品的花毛巾 王志刚离开之前呢 把生前用的一辆凤凰自行车就留在了运城 侦察员用在现场提取到的那把自行车钥匙 顺利的打开了这辆自行车的车所 侦察员在运城王志刚的宿舍里 还搜查到了他遗留的一部分黑锁金炸药 还有762型以及小口径不枪子弹 还找到了他制造炸弹聚剩下的一段钢管 经过鉴定 这些物品和爆炸现场的遗留物也是一样的 另外啊 警犬也上阵了啊 经过警犬鉴别 王志刚留在拖拉机场职工宿舍里的鞋 和现场提取的无名男师穿的鞋 气味一样 最重要的是 侦察员在王志刚使用的笔记本上 提取到了他的右手掌纹 与无名男师的掌纹呢 做了同一认定 哎 这也是一样的 拖拉机场的干部还有工人 还跟警方提供了一个消息 说王志刚啊 是他们厂的急赶民兵 多次参加打靶和爆破训练 另外呢 他还是厂里的维修工 掌握电焊技术 所以他具备制作炸药的能力 王志刚有一朋友叫马春合 马春合说 因为啊 我外出了 所以王志刚从15号到他离开运城回北京 一直是住在我家里边给我看家呢 侦察员立刻又对马春合的家进行了勘查 在马家地面的尘土里就发现了消酸胺炸药的成分 与爆炸现场提取的消酸胺炸药成分相同 这就证明王志刚呢 是利用在好朋友家居住的这个机会来制作的炸药 马春合还说 王志刚确实是少白头 作案前五天 买了染发精 请马春合给他把那花白头发染成了黑色 哎这是说王志刚有充分的作案条件 第三点王志刚有作案动机 这是大家应该最关心的 对吧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起爆炸大案 自己都不活了 这叫自杀式爆炸呀 这王志刚呢 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边 成长环境 说实话要跟别的地方比 那很好了啊 包括他后来在学校啊 在农村啊 在部队啊 表现也都不错 大伙对他评价也挺好 大家就都认为这是一个道德高尚啊 很健康 很健壮的这么一个青年 那么他怎么就发展成了一个制造爆炸惨案的凶手呢 原来啊 这王志刚不甘心 永远的在山西运城那个拖拉机场当一辈子工人 三番五次的要求调回北京工作 厂领导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就没同意他的请求 调回北京的愿望啊 也始终没实现 后来厂里调工资的时候 因为他不安心工作 所以涨工资也没他的份啊 这时候呢 王志刚的女朋友又要跟他分手 你看所有的事都挤一块了 王志刚这时候是生活拮据 情绪那是极度的低落 又跟人发生了争执 还把人家给打了 厂里呢 又给了他处分 王志刚的朋友啊 熟人呢 工友啊 就都反映 说这几个月啊 志刚的情绪很悲观 他跟朋友说过 我到这来插队 上当了 到现在连对象也找不着 也回不了北京 特别是从当年九月份之后 王志刚经常大晚上的长须短叹 还自己一人哭呢 离开运城之前 他把自行车送给了一个好朋友 10月28号 临回北京前 王志刚分别给四个要好的同事 写了告别信 这信里面的内容啊 到处都充满了绝别的情绪 只是这些朋友们呢 怎么也想不到 看上去文质彬彬 平时性格甚至有些懦弱的王志刚 竟然会做这么一件罪恶的事情 告别信上写着 我走了 永远走了 也别找我 找也是白费力气 我去的地方 虽然不理想 但终究是个归宿 今后不会再见了 离开运城前的那天夜里啊 同场职工李家宝听见王志刚在宿舍里面长时间的痛哭 王志刚 这是暴定了决心离开的 他呢 又以自我毁灭 同时又毁灭多人性命的一场恶性大爆炸 伤害了全国人民的心呢 北京公安啊 破获这起新中国成立之后 影响最大的爆炸案 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 当年十一月七号 公安部部长听取了案件 侦破汇报 也是高度称赞了北京公安 十一月八号 党中央还有国家领导人 亲自审阅了北京市公安局呈送的 关于查破北京火车站重大爆炸案的情况报告 对于相关方面的侦破工作 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发生在河北省景县 这景县呢 隶属于衡水市 2016年10月1号 这天呢 是国庆节 景县挖村的村民杨先生 这一天可忙活了 咱们说上班族 十一国庆节 好好的休息休息啊 有条件 有时间 还能出去玩玩 旅旅游 但是杨先生可没这闲工夫 为什么呀 这是秋收最忙碌的日子了 他呢 就跟往常一样 准备到自己家的玉米地里边啊 干活去 可是刚走出家门没多远 往这路边 往这路边这么一看 哎呦 大吃一惊 怎么呢 有一车呀 就在路边的沟里 被烧的呢 只剩下车架子了 杨先生赶紧拿起电话就报了警了 警方呢 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进行勘察 这现场啊 就在景县北边 一条很偏僻的这个乡村公路旁边的那沟里 这沟呢 差不多三米多深 当时那车呀 扎在沟里扎的挺深的了 车烧的已经看不出车牌了 可以说焚毁的非常严重 这辆车呢 是一辆白色的轿车 看起来呀 像是在行驶过程之中 遭遇到意外事故了 导致坠落沟底 同时呢 因为撞击太过猛烈 这辆车就自然了 是有这种可能的 可是 假如真的是出了车祸 有一点奇怪的事情 怎么奇怪呢 这车上啊 可没驾驶员 这么重大的事情 自己的车撞成这样都烧毁了 驾驶员怎么会不报警求助呢 怎么在事发之后不知所踪了呢 所以这就让人感觉 事情有点蹊跷 除此之外 现场还有几处细节 也更加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那条马路呢 很窄啊 别看是柏油马路 但是宽度也就是两米多 在这条路上没有刹车的痕迹 照理说 开着车了 你遇到紧急情况 好歹你得踩脚刹车吧 同时这个车头呢 是跟这条马路是垂直的 90度的一个垂直的角度下去的 那个环境不太可能说顺着道边走 你就乘90度的一个角度一下子就扎下去的 那旁边呢 还有两棵小树 小树的距离啊 民警量过一次 是两米 各位 技术得多好啊 两棵树中间就两米宽 开着一辆车90度转弯 那就直接进去了 还扎到沟底了 这家伙 这要是在考驾照的时候 科莫尔考试倒车入库 这都是满分水平啊 那车库都两米多宽啊 这么高超的驾驶技术 这么清醒的这个精神状态 你还能撞沟里去 那谁信呢 再者说了 即使说啊 机缘巧合之下 猛打猛撞 就从这个树缝里边给穿过去了 那么你在拐弯的过程之中 必然会蹭到这两棵树 至少其中一棵吧 结果看来看去 发现这树上啊 并没有碰撞的痕迹 这也就是说 这辆车应该是提前摆好了一个位置 然后人为的推下去的 当民警走进车辆 准备进一步勘察的时候 车里面的情形 让所有的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呢 就看见车里啊 有一具烧焦的尸体 这尸体呢 不是坐着的 是躺着的 一般正常情况之下 大伙在这小轿车里边 那要么是坐着 对吧 要么是斜着靠着 那不可能是完全平躺着的呀 也就是说 车在下去的时候 在下去之前 这个人已经不省人事了 要么昏迷 要么已经死亡了 下去之后 这车又进行了燃烧 所以这尸体啊 烧的也是面目全非 基本上快叹化了 根据他颅骨的特点 警方就判断出来 死者应该是一名女性 前边司机位置可没人 整个车上就驾驶座后边 躺着这么一具尸体 一看这现场 警方就判定出来 这起案子呀 是他杀的可能性很大 这是一起命案 而且嫌疑人非常的狡猾 把遭受侵害的被害人 放进车里 连车带人推进沟里 目的就是让人认为 这是一场交通意外 之后呢 又放火烧车 更是为了毁灭证据 掩盖真相 现在来看 这车被烧的太惨重了 只能推断出 死者是一名女性 而死者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死因是什么 没有任何的线索 通过仔细的勘查 发现这辆车呀 前边的那车牌照 陷在泥里了 所以呢 没有被烧毁 那火呢 没烧到 通过这车牌号码 就能够查找到车辆的信息 经过调查 这个车牌的所在地 是广州市 也就是越A 广州市的车 在恒水警线出这么大事啊 怎么回事啊 那这车主是谁呢 车主叫刘莉莉 是一名中年女性 民警试图跟刘莉莉取得联系 但手机呢 始终是关机状态 这时候民警就想 车上的这名女性死者 会不会就是刘莉莉本人呢 由于案发现场啊 位置很偏僻 民警呢 在井县挖村啊 四处的问 四处的走访 但是没找到目击证人 不过报案的那位杨先生啊 他家呢 还做了一个养鸡厂 养鸡厂就在现场 以东200米的公路边上 为了防盗防贼 这杨先生呢 就在院子里边啊 装了两个监控摄像头 那么从那个监控 就能够看到这边的情况 在10月1号 凌晨3点30分左右 有一辆白色轿车 经过养鸡厂门前边的公路 从东往西就开过去了 开了这么200多米吧 这辆车呢 突然就停车 熄了火了 因为是大晚上的呀 他这一熄火 从这监控视频里边 也就见不着他了 这时候啊 就看见有一个人呢 在那用手电 就照出来亮光了 因为摄像头离的比较远 毕竟有200来米呢 中间呢 又有树啊 树叶啊 在那遮挡着 具体是什么人 长什么模样 看不出来 到了凌晨3点54分的时候 在原来车辆停靠的那位置附近呢 突然就闪起来火光了 就隐隐约约的看见有一火苗子 烧了有半个小时左右吧 可就成了熊熊大火 呼呼的可就烧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国庆节夜半无人的大凌晨 这刘莉莉这辆广州牌照的轿车 为什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么一条偏僻的乡村公路上呢 是什么人在开这辆车 由于始终没法拨通刘莉莉的手机 所以办案民警通过广州警方就联系上了刘莉莉的亲友 给刘莉莉的弟弟啊 打了一电话 跟他呢 就说明了这情况 就问他 你知道你姐姐在哪吗 弟弟一听 哎呦 因为我姐呀 很少回来 我们呢 也不怎么见面 具体我姐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啊 那我们了解一下你姐姐的个人信息 你姐多大了 弟弟呢 就赶紧介绍 这刘莉莉啊 37岁 不是广州人 是贵州人 原来啊 长期在广州打工生活 那么被烧毁的那辆白色轿车 正是他在广州居住的时候购买的 可是几年之前呢 刘莉莉跟丈夫离婚了 就离开了广州 一个人来到北方发展 据亲友介绍 在到了北方以后啊 他曾经先后在北京 郑州等地方工作生活过 那么目前是什么职位 干什么工作呢 是在河北省保定市 一家汽车销售公司 当经理 根据亲友反馈的这个线索 专案组呢 立刻组织民警 就到了保定赶到刘莉莉的工作单位 还有住处来进行调查 刘莉莉的同事啊 就跟民警介绍说 呃 我们最后一回看见莉莉 是9月30号下午 当时呢 我们还了解来 国庆假期都有什么安排 莉莉就说准备和别人一起出去旅游 具体去哪玩去 他也没跟我们说 在现场那辆被烧毁的汽车里边 并没有发现 刘莉莉的包啊 衣物啊之类的都没有 通过警方调查的情况 这刘莉莉的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这算是个白领阶层啊 并且人家还是一高管了呀 当时民警就在想 会不会是10月一出去旅游 被人劫财了呀 抛尸到这儿了呢 他会不会是在自驾游的过程之中 遭遇了什么不测呢 专案组决定 以保定为中心 向周边地区的警方发出协查通报 重点调查 2016年9月30号到10月1号 刘莉莉所驾驶的轿车的行驶轨迹 发了这个协查通报之后 很快信息也就反馈过来了 就发现刘莉莉开着车呀 大致的一个路线啊 就是从保定到天津 又到苍州又到景县 什么时候到天津的呢 据这路面的监控视频显示 9月30号晚上10点03分 刘莉莉一个人开着车 出现在了天津市西清区的 一座加油站外边 十分钟以后 他这辆车呢 又出现在天津南站附近的 一处监控卡口那 天津南站 天津的朋友应该知道啊 这也是在西清区 在张家窝那一带 这时候监控录像就拍下来 刘莉莉不是一人开车了 副驾驶座上出现了一个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 这个人是谁跟刘莉莉是什么关系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刘莉莉开着车来到了天津 在天津南站附近 有一个穿着深色上衣的男子 可就上了车了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什么呀 那个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啊 原本那遮阳板是收起来的 结果在南站附近这监控视频里面 副驾驶的那遮阳板被翻下来了 故意遮挡住了这个男人的脸部 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呀 你把遮阳板遮下来干什么呀 怕月光刺瞎你的双眼哪 那不合常理呀 在随后的五十多分钟里 刘莉莉这辆白色轿车呀 那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 神秘消失了 你就查监控去吧 都见不着他 直到晚上十一点零五分 这辆车才再次出现在警方视野之中 此时车辆的驾驶员已经不是刘莉莉了 而是原先副驾驶座上的那个男人 这男的呀 这回开车也戴上了手套 也戴上了墨镜 而刘莉莉呢 消失不见了 警方啊 就调取了这两个监控卡口之间 路段的所有的监控视频 其中在一段监控视频里就发现 这辆车停在了一个小区的门口 时间长达二十多分钟 这是9月30号晚上10点24 刘莉莉开着这白色轿车 慢慢的停在小区门口的马路旁边 十几秒钟之后 这车灯啊 突然就熄灭了 这辆车呢 之后就一直保持熄火的状态 没法看清楚车里的情况 直到10点42分 原本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那个男的 突然从轿车的右后车门下车了 各位 他一开始坐副驾驶啊 这回下车是从右后车门下的车 绕车一圈之后 拉开了驾驶室的车门一踩油门 这车就开走了 警方当时就确定 死者应该就是车主刘莉莉 开这个车的人 那个男的就是犯罪嫌疑人 根据车辆的行驶记录 警方终于找到了车主刘莉莉的身影 可遗憾的是 这很可能是刘莉莉生前留下的最后的影像 案件侦破工作进展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中途上车的这个中年人 这个中年男子到底是谁呢 别忘了 刘莉莉的同事说过 刘莉莉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啊 就说十一要和一个人出去旅游 那么说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中年男子 如果不是他 他为什么会上刘莉莉的车 可如果是他俩人约好一块旅游去 为什么要杀害刘莉莉呢 根据行驶轨迹 这个男的开着车离开天津之后 先后经过了河北沧县青县等地 最后是在十月一号凌晨三点 驶入了景县境内 然后就消失在夜色之中了 在离开天津前往景县的路上 这男的呀还戴上口罩了 还戴上遮阳帽了 很明显他这道具很齐全呢 对这次作案是蓄谋已久 接下来就是要重点调查刘莉莉的社会关系 可刘莉莉啊 其实社会交往面很窄 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 他也很少交往 生活圈子呢 也比较单一 广东那边啊 还有些亲属 但是到了北方 到了河北这边 基本上就是工作的同事 刘莉莉的朋友们 同事们 亲友们也都反映一什么情况呢 说刘莉莉这人呢 胆小多疑 缺少安全感 这么一个人 深经半夜一人开车 从宝定到天津 这嫌疑人上车之后 又直接坐在刘莉莉的旁边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 很可能非同一般 民警呢 就把嫌疑人的监控截图 发给了刘莉莉的亲友和同事 让他们看看 你们认不认识这人是谁呀 大伙一看 哎呦 没见过 不认识 由此看来 刘莉莉和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外人并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往 应该是秘密进行的 由于刘莉莉之前很少到天津 而当天晚上 这嫌疑人的上车地点 又是在天津南站附近 南站呢 各位高铁站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嫌疑人应该不是天津本地人 而是通过火车来到天津的 并且有没有可能 他在南站附近有住宿记录呢 哎 接下来警方就对所有的旅馆旅社小旅店 还有私人开的那种私家的民宿 都进行了摸牌 在一家青年旅社里 就发现了监控上有一个男子 和这嫌疑人的衣着长相都很相符 那么看看吧 有没有登记住宿信息啊 哎 这一看还真有 登记的名字是张小斌 监控画面显示张小斌 是9月29号晚上11点48分入住这家旅社的 第二天也没办退房手续就离开旅社了 那么根据登记的信息来查查警方系统里面的户籍信息吧 这一查不对呀 张小斌本人的年龄 外貌和这监控中的可疑男子 差距太大了呀 赶紧接着调查吧 通过进一步核实 发现人张小斌呢 是江苏人最近一直在江苏老家呢 没来过天津 也就是说这个男子 这个嫌疑人应该是冒用的张小斌的身份信息登记入住的 通过江苏警方的协助调查 终于找着张小斌了 张小斌就说呀 哎呦 两年前14年的时候 我呢 有事去围方出差 结果把身份证给丢了 在围方丢的身份证 怎么会在天津出现了呢 随后呢 警方又调查了被害者刘莉莉的购票信息 发现刘莉莉在9月15号的时候 买了一张车票 是从保定到天津的 又买了一张从天津到围方的车票 你看围方这就对上了 但是刘莉莉没去 后来呢又把票给退了 这么一来综合一分析 这犯罪嫌疑人应该就是来自山东围方 随后警方又调取了刘莉莉手机的通话记录 发现从15年开始 有一个山东围方的手机号和刘莉莉的联系 就非常的频繁 几乎每隔两三天都得打一电话 在9月30号当晚10点钟的时候 也就是刘莉莉开着轿车抵达天津之后 他手机和外界的最后一次通话 就是打给这个围方号码的 通过这通话记录也能分析出来 这个人跟刘莉莉的关系很密切 既然排查出来了这个号码了 接下来就得查这个手机号的通话记录 这一看奇怪的地方又来了 怎么呢 这个号码是2015年开的卡 开了卡之后 几乎只跟刘莉莉的手机进行过通话 没给别人打过电话 当时警方就分析 这明显是嫌疑人专门办了一号码 和这受害人刘莉莉联系的 他们之间的应该有一个什么隐情 或者有一个什么秘密 问问刘莉莉家人吧 知不知道这电话是谁的呀 家人一看 真不知道 那是不是家人朋友的呀 也不是 随后啊 警方就把这个手机号码 作为了突破的重点 得亏这个电话号还不是那种不需要实名登记的卡 哎 这是登记了机主信息的 机主呢 是一个中年男性 叫窦天明 是维方本地人 目前呢 在维方市一家汽车工厂 担任工程师 这刘莉莉 之前是在保定的一个汽车销售公司 而这窦天明 是在维方的一家汽车工厂 当工程师 这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不知道啊 发现了号码之后 办案民警啊 秘密的就给这围方号码打了一电话 但是呢 是关机状态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再也没开过 综合多方情况进行判断 这窦天明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而通过调查他的社会关系 发现窦天明在警县 没有任何的亲友 所以在把车辆焚毁之后 很可能直接逃回了自己在维方的家 那么接下来再看看景县 挖村也就是案发现场附近的影像资料吧 果然 11月1号早晨 从案发现场 挖村到县城汽车站 几处必经之路上都出现了 窦天明徒步行走的身影 连车都没打 自己一个人腿着去的 到了10月1号早上6点16分 窦天明穿着作案时候穿的那身衣服 背着双肩包出现在了景县汽车站的西大门外边 随后直接走入售票厅 买了一张去山东德州的车票 15分钟之后乘车离开景县 发现了他的行踪之后 顺着往下追呗 发现他到了德州 在德州车站又买票 去了围方 现在已经能够确定了 他的确逃回围方 专案组决定 连夜派出抓捕小组 赶赴窦天明在围方的住处 实事遁守 2016年10月2号下午2点 窦天明啊 开着私家车 离开家 随后开进了 围方式青少年宫的地下车库里 专案组一看 行了 就是这时候了 决定立刻收网 对他实施抓捕 抓住之后啊 就在他车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受害者刘莉莉的手机 平板电脑 身份证 还有银行卡 嫌疑人窦天明落网了 案子呢 也顺利告破了 就是窦天明在天津上了刘莉莉的车 并且杀害了刘莉莉 也是刘莉莉生前跟同事提到的那个要跟他一块出去旅游的人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为什么要杀害刘莉莉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警方啊 在山东围方把杀害刘莉莉的凶手顺利抓获 那刘莉莉莉和窦天明 一个在保定 一个在围方 俩人除了都是汽车行业的从业人员之外 生活上似乎没有什么交集啊 但事实上呢 两个人保持着频繁的联系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真如刘莉莉生前所说的那样 十一俩人准备出去旅游去 怎么最终就成了这样一起悲剧呢 还有一点呢 也让警方疑惑不解 在办案民警办案的时候啊 认识窦天明的人呢 都反映说窦天明啊 性格比较老实 很本分这么一个人 窦天明呢 也有妻子 他的妻子说他呀 特别爱乐于助人 很热心肠 喜欢替人排游解难 同时呢 也是特别爱面子的一个人 这窦天明作为工程师 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 喜欢古典文化 平时呢 也喜欢读读书 很难想象 这么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怎么就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和刘莉莉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咱们呢 这得从2013年说起 当时的窦天明 还是北京市一家汽车公司的员工 刘莉莉和她呢 是在同一个部门的同事 各位 这事这就解开了吧 俩人原来是同事 由于年龄相近 工作经历呢 也差不多 俩人特别聊得开 在窦天明眼里 刘莉莉工作能力强 领导很信任 这是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但俩人当同事的时候呢 也仅仅限于工作上的交流 对于刘莉莉的私人生活呀 窦天明那是一无所知 直到2013年4月份的一天 刘莉莉呢 突然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呢 是周末 窦天明呢 正好刚出差回来 因为在一个地方工作 所以住的宿舍也都是在一个楼上吗 因为很长时间没见着了 哎 很热情 刘莉莉啊 就邀请她到家里边一块吃个饭吧 在刘莉莉家 俩人呢 先是随意聊了聊家常 后来慢慢就发现刘莉莉啊 情绪有点不对劲 先是在那哭 接着呀 又向窦天明说自己失败的婚姻经历 他还说老公对他有过家暴 其中有一次打在他脸上 那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没法上班去了 还有一回打的他呀 都不敢回家了 然后因为无家可归 只能打110 让110来帮他调节 说后来生孩子的时候 都是一个人在医院 都没人陪他 甭管是老公还是公公婆婆 都不在身边 这还是抛妇产呢 那为什么刘莉莉这回情绪激动 因为在一个星期之前 由于长期感情不合 正式离婚了 他之所以对窦天明说这些 是因为对窦天明充满了信任 窦天明啊 反正当时看见女孩这样 那不得劝劝吗 安慰几句吗 就跟他说了 莉莉啊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告诉我 我呢 尽力的帮助你 哎 这番话就给了刘莉莉莫大的勇气啊 莫大的信心 从那以后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除了工作之外啊 刘莉莉生活上呢 确实经常找窦天明帮助 比如挂个窗帘啊 什么门上换个锁啊之类的 当自己在情感方面遇到挫折的时候呢 刘莉莉也会向窦天明寻求安慰 遇到困难 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也给窦天明打电话 有时候呢 也发短信 反正管用不管用的就说说呗 窦天明作为同事也挺同情的 当时就想着能帮点尽量就帮点 长时间的这么下来 刘莉莉啊 对窦天明就产生了一种心理依赖 2013年9月份的一天 刘莉莉呢 因为心情不好 就邀请窦天明啊 就邀请窦天明啊 一块出来散心 去哪散心了呢 找了一宾馆散心 哎 俩人之间这一回是彻底突破了底线 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啊 窦天明也懵了 他感觉很突然啊 当然这也是他的一面之词 你要真是不愿意 你要真是懵 你们也上不了床 对吧 叫你去宾馆的时候 那你也不进那门 反正窦天明自己说 从那以后啊 他不愿意跟刘莉莉走特别近 就想着甩开刘莉莉 窦天明呢 因为跟他妻子感情不错 他们是初中同学 后来到了大学啊 俩人就谈恋爱了 一直到结婚生孩子 感情特别好 这时候窦天明 心里就矛盾了 一方面呢 对于自己的妻子孩子 心里有愧 另一方面呢 他又是老好人的性格 面对刘莉莉的请求 又不忍心拒绝 正好在一三年 维方那边呢 有个工作机会 他就回维方了 另一方面也想着 可以就此机会啊 跟刘莉莉就拉开距离 想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 这些事情也就冲淡了 俩人慢慢的 也就不用联系了 可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窦天明离开了北京 刘莉莉继续穷追不舍 而且打破了先前的约定 开始干涉起窦天明的家庭生活 他当时啊 曾经拍过一些俩人在一起的照片 并且跟窦天明说了 你要不满足我的要求 我就把这些照片发给你同事 发给你家人 面对刘莉莉的威胁 窦天明呢 选择忍气吞声 为了避免家人发现 他和刘莉莉之间的秘密 他还专门办了一个新手机号码 专门用来和刘莉莉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莉莉不再满足于两个人 是情人之间的关系了 而是进一步的要求窦天明和妻子离婚 当时呢 刘莉莉给窦天明发短信 说我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 你离婚 第二 你每个月找个时间来陪我 第三 就是我把咱俩在一起的照片 发到你的公司里面 这条短信 可就触到了窦天明的底线了 他呢 想着用拖延战术 就先哄着呗 可刘莉莉啊 步步紧逼 最终窦天明狠下心来 产生了杀人灭口的念头 刘莉莉呢 这时候给他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说你必须在十月一号之前 跟你妻子离婚 要是不离婚 我就找去你的单位 我找你的家人 把这个情况曝光出去 2016年9月 刘莉莉又联系窦天明 说马上国庆节了 你要跟我一起到天津旅游 同时呢 商量商量你离婚的细节 对于这事 窦天明表面上假装答应了 可心里啊 有了自己的打算了 他就打算 在和刘莉莉旅游的时候 把他杀了 然后就买了勒绳 水果刀 口罩 手套 墨镜 哎 这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怎么样实施作案计划 做完之后 怎么去车站 怎么回围方啊 都有一套完整的计划 2016年9月30号晚上 窦天明呢 就在天津南站附近上了刘莉莉的车 他先是借口去后座上拿东西 刘莉莉也没多想啊 毕竟见着情人了 这么多天没见了 心里也开心的很呢 最后啊 就从后座的那背包里 拿出事先准备的绳子 把刘莉莉活活就勒死了 然后开着刘莉莉的车 就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也就是井县挖村那 到了那之后啊 就发现四处离村子都比较远 他就想伪造一个车祸现场 这样的话 让人看上去像是一场交通事故 就把车呢 推到沟里了 收拾东西的时候啊 发现了打火机 这时候 拿着打火机把那车可就给点着了 他就琢磨着这车要烧干净了 人甚至都烧没了 那这案子更破不了了呀 窦天明后来自己也忏悔 他说呀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我患得患失的性格导致的 我对不起他 更对不起我的家人 尽管他这么说 但咱们说回来啊 窦天明是自私的呀 他也是突破了婚姻家庭道德底线的呀 如果当初真是对家庭负责 没有和刘莉莉上床 没有发展成情人关系 那么也就没有这后面的悲剧啊 是他当时在面对刘莉莉要求的时候 面对这种美色诱惑的时候 他没有明确拒绝 没有坚决表明态度 如果当时断了刘莉莉的念想 那么也就不至于后面刘莉莉步步紧逼呀 这起案子里面 没有办法给窦天明洗白 当然从这个案子里啊 我们延伸着多说两句啊 抛开这案子不谈 确实很多人 估计有的听友也会有一个困惑 就是老好人性格 咱不知道学名这叫什么啊 反正就是不懂拒绝 别人有什么要求 别人提出来需要自己帮助 或者别人需要我们干什么的时候 尽管心里边一百个不乐意 但是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话到嘴边 最后就会委曲求全 这就假如我们在工作单位里边 有个讨厌的同事 总喜欢让你干这个 让你干那个 你去给我拿快递吧 你去帮我干个什么事情吧 你心里边恨不得骂了一万句接了 但是他一说出来的时候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拒绝 气鼓鼓的 心里不情不愿的 还是帮人家把事给做了 有时候更生气的是什么呀 明明辛苦的是自己啊 明明好多工作都自己干了呀 为什么那些只会动嘴的啊 那些只会指使别人的 最后成了我领导了呢 最后他工资挣的比我多呢 哎 我们在现实社会之中啊 在现实工作之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不要抱怨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想办法改变啊 对于很多人来说 哎 拒绝别人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随口一说就拒绝了 人家呢 也不会感觉如何如何 而对于很多这种老好人形性格来说呢 哎 就感觉这个事情变得怎么那么难呢 没关系 勇敢一点 真是遇到什么事情 真是遇到自己不愿意答应的时候 勇敢的说一句不 哎呀 不好意思 我有事啊 不好意思 我没有时间 或者压根再勇敢一点 不好意思 我不想干 说出来之后 也许就浑身轻松了 说出来之后 也许就发现这件事情的后果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给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